哪里还有这么可爱的小妇婆 当看到来找她的男孩 满身是血的时候 她的第一反应以为男孩被人欺负 于是会武功的她 非要去揍那个人一顿 然而当听到男孩是眼群眼 才化装成这样时 她更是心疼地说 以后别接这种小角色 姐姐负责把你捧红 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 这个小妇婆还真说到做到 不仅亲自给男孩当起了经纪人 又给男孩重新拍照 又是帮她设立人设 更是利用自己 互联网公司高管的身份 调动公司的所有人脉 直接把男孩的资料 做到了韩国搜索版的第一名 就这样 在她的包装和打造下 男孩瞬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成为拥有流量的小明星 很多导演都邀请她担任主角 然而更贴心的是 为了让男孩不被欺负 只要男孩接到一个星星 小妇婆都会推掉一切工作 亲自护送她去现场 帮她站台 果然这个方法很好使 看着男孩有这么个大背景 一向势力演的导演们 纷纷拿出对待国际巨星的态度 对待着这位新人 不过让小妇婆觉得欣慰的是 这个男孩并没有在 她的保家护航下 开始飘飘然 反而更加的努力敬艳了 看着男孩在镜头前 肆意地发挥着自己的天赋 小妇婆顿时有了重成就感 正当小妇婆欣赏着男孩演技时 男孩却忽然静止走向了她 直到男孩站到了自己面前 小妇婆这才隐隐感觉到 这是要出大事了 曾经是对你说过 这是个无缘的贴局 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 我曾经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 脸上不会有泪滴 太阳了 叜得到了这里 В詞 曲 李宗盛